雷切鑰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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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仔細去 分辨一下它的組成 它會有一個雷切的底板 就是整個飛機機身的部分的雷切底板 還會有一個可以用來穿鑰匙圈的洞 還有上面的圖案跟文字 大概會分這三個部分去組成 這裡面唯一不同的地方就是各位可以看到 底板的外圍跟這個洞的部分都是切穿的 那切穿的就是我們所謂的雷切的部分 直接把它切斷 那另外這個圖跟文字的部分 它是使用雕刻 就是它只有挖下去 它並沒有把它切穿 所以這個叫做雕刻 那對岸叫做掃描 那這是一個鑰匙圈最基本的組成 所以如果我們把剛剛那個鑰匙圈簡單的把它做一下系統拆解 就是說這個名牌的部分 鑰匙圈名牌的部分 它會有一個底板 然後會穿一個洞 那上面還會有你的名字或圖案 那這裡面不一樣的地方就是底板跟那個洞 我們原則上都是要把它切穿的 也就是說做切割雷切的部分 那再來呢 就是上面的板子上面的文字或圖案 我們會使用雕刻的方式 所以大概會是分這三個部分 那所以待會呢 我們做圖的時候就會以這三個部分來做處理 人興趣 然後我們會做的